如果要了解近代广州,触摸风雷激荡的时代脉搏,就要走进东山洋楼,领略这一栋栋老房子的魅力。 俯瞰东山口,一片低矮洋楼群,与周围摩天大楼形成强烈对比,这就是老广州人心目中的老东山。 比起广州城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,老东山仿佛有着自己独有的步调,无论何时你踏入这片区域,思绪也为之慢下来。 有多少人能想到,一百多年前,华侨商骨达官贵人纷纷在此结卢营宅,建成以龟岗、新河浦和梅花村为核心的全广州最大洋楼群,并冠以东山洋楼的美誉。 东山洋楼那一独独厚重的红砖墙,默默见证往昔的争容岁月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这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,孙中山、毛泽东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顿等都曾在这里挥斥方求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东山洋楼又是广东京正绕园的后花园,陈继堂、尊科等历史人物在此建了官邸。 新中国成立后,这里相对西式的居住环境、生活设施和文化体力,又吸引一批又一批受过西式教育,见过世面,追求体面生活的华侨、文化名人、乐剧名林、教育大家临及居住。 著名散文家秦牧,著名小说家欧阳山,乐剧一代宗师洪信仪等,也都在此留下几多倩颖。 如今,百年洋楼里散发的文化气息和小资情调,吸引着年轻人蜂拥而至,艺术馆、工作室、咖啡厅,如同东山洋楼一样隐于闹市,悄然记录着广州城日新月异的变化。